各位观众好 我今天这个是被邀请来跟大家的分享 这个在北美艾修更新会 我们在加州这里 这个的事工 这个的各方面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艾修院是在1987年就开始的 之前我在旧金山的金巴仁展览会 有22年的慕会 我是1962年从香港就来了 来这里赴了个神学院念完了之后 我就到旧金山做金巴仁展览会的主任牧师 在那里一年有22年 旧金山那里我们是在中国城 China Town 所以在那里有很多的华侨 很多的华侨 我们那里是有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都有 我在那里一共有22年 那后来呢 在87年我就开始这个艾修院的工作 那为什么会开始艾修院的工作呢 因为我在金巴仁展览会的时候 主要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根据圣经神的话语 但是呢在87年 神就给我一个特别的负担 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 圣灵呢 也就是圣经的作者 所以这个真理的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1987年开始呢 我就从事这一个圣灵更新的工作 那我们叫做北美爱修更新会 那现在回头过来呢 已经是24年多一点了 明年我们就要有25周年的庆典 因为我们感觉到呢 这一个人除了我们信奉耶稣基督以外 神也把这个圣经留下给我们 但更重要的 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到现在 这24年多 那这个我们都经历到很多很多的 这个人来到我们爱修缘得着帮助 其实有人就说爱修缘啊 这么多人来祷告 得着帮助身体的医治 也有些是心灵的医治的释放 所以很多人都很同意说 爱修缘就是创伤者的避难所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信任的接受 因为很多人在这里心灵的医治 身体也有的医治 那所以最近这个神来给我另外一句话 就是这个失败者的新天地 很多人来到这里 就是好像找到生命中的第二次的机会 不论是在婚姻上 或者是在他的人生的过程中 来到爱修缘就生命就得到更新 除了神的话 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助 我们还有耶稣基督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所以呢 我们感觉到很多人来到这里就好像找到人生中的那个方向 就好像放了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GPS 就成为这一个我们生命中的导航器 那这个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跟我们预约 那能够来这里呢 来接受祷告 很多人都有好多的见证 那我们爱修缘在这里呢 除了带来圣灵的更新 很多人听是听这个圣经 但是对圣灵不太认识 我就经过这 现在我前后服事 这一个在这个做牧者的工作 已经有46年的时间 所以经过这四五十年 我也深深地感觉到 这一个基督教不是单单一些的信条而已 而是真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这二十五年来呢 我们就从事于这个圣灵这一方面 叫更多的人能够不单只读圣经 也能够更认识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有很多人在爱学院里头 生命的更新 完全的这个新的转变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这个我们也感觉到 那生命的更新之后 就好像需要有一些的跟进的工作 所以这个在十一年前 我们就开始圣灵灵修学院 这个圣灵灵修学院呢 就是帮助很多人生命的更新了 那他要在我们这里呢 能够继续得到更多的造就 能够认识圣灵之道 怎么活在圣灵里 那这十一年来 神很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除了在南加州 我们有这一个深功领修学院 现在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 就叫做爱修国际领修学院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也有七个的分校 那我们在香港 台湾 马来西亚 欧洲 加拿大 各地呢 我们都有分校 那这个分校呢 我们就分散在很多的地方 都有这样的训练 这个分校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早上六点就上课 那早上六点上课呢 我们有请于如敬拜祷告 再一个半小时 然后再跟着下去呢 我们就有生命读经 大家一起来查考神的话 让神的话能活用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那所以呢 这个神学院 我们是早上六点 这些学生们就来到学校 我们一共有三个小时的灵修 不论是祷告敬拜 接着诗歌和这个神的话语 生命的读经 完了之后 我们就一起在这里 有简单的早餐 我们就有三个半小时的上课 三个半小时上课之后呢 那我们这里是有圣经 圣灵 圣洁 就是内在圣灵 还有圣弓 那我们就盼望 有这样的四个系列 平衡的训练 那很多的 很多的同学在这里 经过这个 一两年的训练 也在这里有实习 明天的下午 我们都有实习的课程 不论是启示性的 这个祷告 还有医治 心灵的 医治 释放 等等 身体的医治 那这个 所以差不多每一天呢 是八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 所以是非常的丰富 在七个分校 每一个分校都是这样 那这一个 今年开始呢 我们还多了一个 就是青年领袖学院 那这个是为了下一代的 那很多人来到这里 也得到帮助 那 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 除了在Water这里 我们有一个 我们国际领袖学院的总部 我们还有 就是在飞机上旁边 Century Boulevard 那里呢 我们有一个三万三千尺的 非常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场地 是做我们爱修院国际的总部 那在那里呢 因为进飞机场就有五分钟 那所以有很多人从美国 从中国 从世界各地来呢 来到LAX国际飞机场 那五分钟就到我们那里 所以呢 在那里也是做 有很多国际的 这样的特别的训练 其中有一些是 企业家的训练 CEO的训练 那这一方面呢 我们也 这个 在世界的各地 都有这样的培训 就是说 这一个月来讲 这个月十月 十二号到十五号 我们就在香港 举行亚洲的妇女大会 那我们是预算 大概有 一千二到一千五 一千六 这样从各地 特别是在亚洲 他们来参加 我们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所以 我们也有很多的企业家 来参加 我们这样的训练 因为最近呢 神也给我们带领 就是这个教会 这个信仰 传扬 让人在耶稣基督里头 得到救恩 我们更加盼望呢 这个不是单单人来到教会 我们有一个使命呢 这个要进入到社会 不论是在这个职场上 这一个在工商界 在政府 在教育界 在家庭 在下一代婚姻等等 那甚至包括媒体和娱乐界 我们都感觉到 我们都应当在那里 深入社会 能够转化社会 那很多人呢 我们这个教会 不是单单关起门 来信奉耶稣基督 乃是把这个信仰生活化 能够进入到社会 能够把主的真光 把这个爱与和平 带到社会 进入到工商界 进入到社会每一个的阶层 所以我们这里呢 也有一个家庭的部门 家庭与婚姻的部门 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有这个专制的人 是做心灵的辅导 当然我们每一天 也接受有人来报名 来登记 接受我们深度的医治 那所以呢 爱学院在各地呢 我们都是有这样的 一个服事 最近神也给我们 做学生工作 我们感觉到啊 这个下一代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得到 下一代 让亲子彼此之间 有好的关系 我们也很盼望 这个父母婚姻 也有很好的关系 那我们也愿意 把这个一个的福音 这个生命之光 带到大学里面去 所以最我们在 Arizona State U 我们在玛丽兰大学 现在我们也在 哈佛大学那里 就在哈佛大学那里呢 我们也有一个 这样的学生之家 盼望这一个 从各地来的 特别从中国各地来的 这一些最顶尖的学者 在那里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也能够经历圣灵 在他们生命中的帮助 我们现在 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在 哈佛大学的 医学院的正旁边 我们要设立 第二家的学生之家 那将来在 耶路大学 史丹佛大学 我们盼望一个一个 尽我们一点的责任 能够把这些 很可爱的青年人 也就是我们社会 明天的盼望 能够把他们都带到 神的面前 让他们经历到 更丰盛的生命 愿神祝福各位 未经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